大家好,我是七叔,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菲莫斯的这个雪佛兰K10的一个1974版本的1比18的这样的一个皮卡 那么它也是一款授权的车型 是获得正版的雪佛兰授权的一个车子 首先可以来给大家的感觉是它有大量的电镀键的引入 这个就是让车子有很多这种仿真还原的细节 包括是皮卡造型的车子 它会有个先天的优势 也就是它的整体重心呢 因为硬壳的缘故的话 其实车壳是蛮重的 那么削减掉这一块之后呢 它重心有很明显的下移 所以它的这个拍拔性能还是蛮强的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呢 去来看到一个简单的这个特征的介绍 那这款产品其实它最大特点 一个就是它后面有个可以开起来的尾箱 以及是仿真的内饰 电镀的轮毂等等一些电镀键的细节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包装打开 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内容 首先就是经典的飞摩斯的这个泡沫箱 然后呢 它会搭载一个这样子的遥控器 可以看到呢 遥控器的话 这里会有转轮摇门刹车一个功能键 以及是这里面会有很多微调的选项 你可以通过这个按键来做一些功能的微调 以及是能看到的话 它表面会有一点点这种仿碳纤维的纹理 还有一个可以单手操作的属性 单手可以来操控它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把车子从这个泡沫箱里拿出来 那除了车子以外呢 还会有一个充电器和小扳手来提供给你 进行简单的一些拆装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撕掉它表面的这一个保护贴膜 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外观 首先是前面有大量的镀铬件 包括是它有整套的联动灯光的系统 大灯和转向灯 以及是后面的尾灯和刹车灯 前杠以及是前面的格杉 或是这个灯的这个部分 它也会有电镀的一个装饰 能看到这个车最大一个特点 它是一个双拼色的车子 红色和白色 一个很复古的这样的涂装 电镀的反光镜 把手分色的一个小部件 这里还会有油箱盖的细节 门锁孔的细节 其实它也都有做出来 其次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的轮胎 它这个电镀件和这个车身的 这个组合看起来 就会非常的协调 我们可以去触碰一下 可以感受到它的胎皮呢 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 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和地面接触的地方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形变 这样子的一个轮胎呢 对于它的攀爬的时候的性能 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它有一个这个桥带在下面 它的通过性并没有非常的强悍 但是呢前面的接近角 还是非常小的 但这个车子同样呢 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是一款皮卡车型 它后面的这一个离去角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小 它后面会有比较仿真的防护杠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以及这里有一个金属的铰链 包括雪佛兰的这个字样 这里还有一个仿真的车牌的设计 后面这个货斗呢 也是一个仿真的设计 它是可以打开的 在你做一些静态展示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放一些货物啊 放一些这样子的装饰来进行一个呈现 从侧面来看的话 它会相对来说是比较修长的一个尺寸 它的这个三维参数可以简单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整个车子的高度呢 是131毫米 它的宽度呢 是139毫米 它的前面的轴到后面的轴 这个轴距呢 是196毫米 中间这个最大离地间隙呢 是达到了40.95毫米 前面的这个接近角度呢 58.75 后面的这个离去角度呢 是34.5度 它相比于我们后面 同样是1比18的这个雷霆风暴来说呢 它的整体尺寸会更大一些 包括是它的轴距会更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子底盘结构 前后呢 都采用的是直桥的设计 前面的这一个拉杆会相对来说短一点 后面的拉杆会长一点 非常符合我们平时看到的这样子皮卡的一个造型的设计 不过呢比较特别的是它采用的是一个四驱的结构 一般我们遇到皮卡呢 可能二驱的后驱的会更多一点点 一般情况下 我们很多车子后面拉杆的连接点会放在这个位置 但是呢 K10它会往后延伸这么多 这就是这个车子轴距拉长的一个原因 并且它波箱是一个超强攀爬能力的 84比1的一个传动比的波箱 非常适合进行一个攀爬和穿越 而且它的低速线性也会有一定的保证 它的整一个前面的转向机构的设计 采用呢也是一个梁上舵机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前面这里会有一个拉杆传到左右两侧 进行一个这样子转向的一个推拉的操作 车子上可以看到是轮轴上面呢 都采用了这样子的金属的结合器 并且呢是采用滚珠轴承的设计 因为它的整个重心呢是相对靠前的 而且后面呢这个货抖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低的 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所以说呢它没有上面这个结构呢 它的重心也不会偏高 那我们再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的时候 不会因为说有这个滚动的力量 让车身来的不稳定 OK我们现在上电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些灯光系统 包括它的低速线性 首先呢扬容器上面有AB模式 切到B模式之后 单机LED键呢 它会循环的做不同灯光模式的切换 包括是更亮的模式以及是双闪 它会有左右转向的联动 包括是它在前进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后面的灯光的 但是如果我们倒车呢 它就会有后面尾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展示 所以说呢整个车子的仿真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来挑战一下这一个斜坡 我对准这个坡面 然后慢慢爬上去 可以看到它在迎接到这样一个小台阶的时候 轮胎表面的这个形变 然后我们再往上爬 好 我们再往前走一点 再下来 再试着倒过来走一下 微调一下轮胎的方向 走到中间 好 再下来 好 我们试一下 只有单边走上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角度还是非常大的 已经快到极限了 再走一点也就要翻了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翻 它这个角度已经是非常极限了 我觉得我们再来试一下 单边骑上去它多高才会翻掉 OK 这一次爬的比较快 马上就翻掉 这个车的速度不是很快 不然的话 可以直接这样把车子给转过来 这个速度不够 它没法这样自己翻过来 顺便最后再来做一个简单总言 学不来Case这个车子呢 我觉得比较大的特色呢 就是在于它非常仿真的这个外观 复古的风格 大量的电镀键 以及是拟针的转向 包括是这样子轮毂等等 这样的一个设定 它的这个后面尾箱也是可以开启的 尽可能做到更多的仿真 这个车子 因为它低中心的设计 包括特别软的这个胎皮呢 它在攀爬的过程中 有非常好的抓地力 它在这个攀岩的时候 包括是在一些这个穿越的时候 只要你处理好走线 它的性能也是不弱的 同时呢也会提供大家一些改装的思路 比如说去给它换上更宽更大的轮胎 以及是去适当的提升整个车高 它本身就有一个低重心的优势 前提下通过简单改装 就可以获得更好的通过性能 以及是这种皮卡加大脚的这种改装风格 或者说我们去给它改门桥啊 去增加前面的配重啊 等等一系列的性能改装 去进一步去改善它的性能的同时呢 让它的外观风格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那这个也是保持它这个仿真特色的一种手法 后面视频里呢 我也会和大家分享 带着它出去户外穿越是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1比18车子有一个很大优势 就是出去外面随便找块地方 它都会有很好的这种攀爬的效果 也就是小勾小砍都能让它爬出这种 攀爬姿态和这种气势来 加上一个合适的拍摄角度的话 肯定会非常的漂亮 因为这个车子其实最最最吸引我的点 就是于它这个仿真的外观 OK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在我主页还有更多阿西文资讯 我是明奇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